大家對永豐與職業的印象大多是紙商 不過他們今年卻以MPULP 農業接杆利用技術得到美國愛迪生獎 環境可持續性系統項目中的銀牌 這技術有什麼特別呢 把農田裡面所有的賣杆或是接杆把它回收回來 然後分解之後呢 完全是一個無毒的一個過程 然後就成為這個叫做紙素 就是素成紙的一個東西 所以呢你看到這個東西除了可以壓平 作為紙張回收再生紙之外呢 它的纖維因為它的纖維夠所以它夠韌 所以它可以呈現像後面那些 它可能可以成為雞蛋盒或者是廚餘桶等等的 獲得綠建築都是設計大獎的藍化屋 讓台灣的頂樓加蓋變成舒適 潔能 而且美觀的住所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透過這些的綠能環保的一些建材能夠改善 能夠改善我們所每個人都可能住過的一個頂樓加蓋的這個空間 然後呢並且透過這些的改善能夠讓我們的都市天際線更加的美麗 腳踏車又有新的革新了 只要改安裝這款蓄電車輪 充電90分鐘就可以行走55公里 只要一個可以充電的後輪 再加上一個可以跟原本連接在一起的轉軸 然後接在一起之後呢 不管是像現在展場裡面看到這種19450年代的德國的老式腳踏車 裝上這個新的Greenwheel之後 它就可以是一台新的電動腳踏車 只要動動腦就可以將廢棄物、廢棄空間再利用 設計的力量真是太神奇了